台北股市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来到20933 那么这个地方会不会直接就喷了 IP族群相对弱势 唯独创意相对比较强 这要如何观察 那系统带牙合击 怎么来做应对 这些精彩内容都在今天节目当中 务必要收看 请勿赞首创计划波浪更胜波浪 喜欢我的观众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并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或直接加入我的Live粉丝团 小老鼠V168 V168胜利一路发 大家好 我是运达头顾黄培硕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大盘今天再创历史新高 来到20933 那这个地方我们一直主张 其实它在这里 它就是一个震荡的结构 这个地方会做一个富士的整理 老师今天过高 那怎么解读 你看这个地方 今天来到20933 那本来高点是20883 过了50点 你说有效脱离 当然还延迟过早 对不对 那重点是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地方是类似一个三段式的拉回修正 来到19291 所以 它反弹 我说这样的结构 这个V4上来 来过高 侧高甚至过高 其实都很正常 那我们这个地方还是 定调呢 它应该还是只是一个V4的结构 你说马上要推升出去呢 有它的难度在 为什么 特别为什么 4月15号这个破线 我说这个是很重要的破线 因为这条上升轨道是最缓的 都破了 这一组卖动17151到20883 这一组卖动它推动结束 告一个段落 那告一个段落以后呢 果不其然它大幅拉回来 来到19291 今天5月13号 从20883一路拉回来19291 好 那它现在又上来 今天又过高20933了 我们还是主张 它应该只是一个富士的整理 什么叫富士整理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过高 应该只是一个V4的一个假突破 V4 那它改天还是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来来回回震荡 这个叫富士的整理 因为这个地方 我说它整理的太简单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从15975就上来 到目前这一组 大概应该还是同一组的卖动 同一组卖动 那你到这边的1759 956拉回来 这个整理很简单 1751 我们讲的是1751这一段结束 20883 如果说它能够推五小坡的话 如果说123 这个整理完第四坡 还有一个第五坡的话 要过高的话 走一个推升第五坡 这地方还是要经过整理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太简单了 交替原则 这地方单式整理 这地方应该做一个富士的整理 那如果说它只是一个三段式的 那你这个地方当然做一个头 就下来会更深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还是主张说 虽然说它今天有过高 20933 这个地方还是要操作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审慎来应对 因为现在指数涨高 全持股在动 台积电在动 还有金融族群 这个都占指数呢 很重 尤其是金融族群 金融族群在动 常常都是起涨起跌 虽然说它每一档涨的不多 可是价重起来 对指数的贡献就会很大 近期推上来 大概都金融族群的贡献很多 当然台积电也不妨多让 可是台积电的结构 你看 今天来到82 最高来8 今天最高 台积电的部分 今天来最高来825 差最高点一块钱 今天最高来到825 那是不是也要喷出去 我们一样 台积电之前有跟你追踪 我们搭配台积电 搭配道琼 搭配NASDA的部分 跟你来 来沙盘推演台股的一个盘式结构 台积电的部分 是不是跟你谈到说 这个826 这边123速小坡 有机会结束 那它会做一个来回震荡 那来回震荡 来这边它又上去 它最低来到740 现在又上到825 一样 这个地方826 今天是没有过 那我们也是一样主张 不管它过跟不过 这个地方应该还是 没有办法直接 它是一个推升的脉动出去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定调 它只是一个小密波的反弹 那它还是一个区间震荡 那等于现在是区间震荡的 相对高了 台积电也是这个结构 大盘也是这个结构 那老师如果说密波 脚密波脚密波脚密 那不是大幅拉回来吗 大幅拉各股怎么办呢 一样 各股的部分 其实各股表现差也很大 因为它只是一个震荡 富士的整理 你个股要做多没有问题 就是看你怎么选 大盘在创新高今天 很多个股还是持续在破底 完全是两回事情 这个部分在好久以前 就可以谈到我说 在操作个股的部分 你真的也不要管大盘 那之前跟你谈到说 它这个地方很有机会 只是一个震荡结构 也一样 就算它往下震荡 我们还是主张一直在全力做多个股 因为它不是一个崩跌式的一个下挫 所以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算它震荡 震荡更是什么好事一桩 很多个股可以提供更好的买点 重点是选股 差不多重点是选股 这是目前今天台北股市的创历史新高 我们给你做最新的一个解析 这个地方你说直接要往上再推 另一个脉动的推升 不容易 当然你这个地方 推了五段的可能性其实很高 一二三四五段 马上推 我们是认为应该不是这一次 整理完要推再推 如果没有第五波 那一样你这个地方做头 反而是要拉回 这是指数的部分 可是个股没有影响 个股你该做多的做多 就是看你怎么选股 怎么找那个买卖点的问题而已 这是一个指数的部分 那重点是个股 差不多重点是个股 我先来做一下工商服务 我们这个节目 五月十六号就是这个礼拜四开始 我们节目有一个新时段 在运通财经台 这个是在电视台 运通财经台 首播是在下午的两点半 下午的两点半到三点 那其他就是重播的 有晚上的 有凌晨的 这记录这个叫首播 首播这个首播是下午的两点半 到三点 这是在运通财经台 这个礼拜四开始 等于是我们现阶段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节目的直播 可能就没有办法持续 那你就要到电视台去看 那我电视节目呢 也是那个也是live直播的啦 在两点半 那节目结束之后呢 我也每天都一样 我会把影片上传到这个频道来 你也可以在这个频道收看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可能大概会在三点多了 因为这个节目结束就三点了嘛 两点半到三点 这是首播 首播完之后影片呢 我一样同步还是会把它上传到 我们现阶段这个 你在收看的这个频道来 这个频道来 这个礼拜四开始啊 希望希望有观众呢 锁定那个节目的一个时段 来收看 那如果那个时段呢 没有办法看呢 那在我们的频道里面 你随时可以进来看 随时可以进来看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 节目的一个新的时段 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变化 这边先跟观众朋友做一个广告 这礼拜四就开始了 等于你现在的这个 这个直播节盘的话 可能就剩下两天啦 明天跟后天 明天跟后天 礼拜四我们就电视节目见 电视节目见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持续每天都会把影片上传上来 每天都会把影片上传上来 好 那我们看到了吉茂的部分 特别有吉茂 我4月10号 我说这个地方 你不管12345 或是123扩延 这个一拉回 你就只要强势介入 我说这个操作 跟我们之前做1316的上耀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结构 那个上耀也是一下子也赚了 大概将近70% 有没有那这个部分呢 38有没有 这个地方强势介入以后 哇 他5月8号拉到80.8 这一天我是没有出了 这个地方38到80.8 这都超过一倍了 超过一倍了 好 那隔天这5月8号没出 隔天5月9号 隔天5月9号 我看可能力道不太足 好 79把获利出清 79把获利出清 出清完之后 那就在这里 这80.8是5月8号的高点 5月9号没有那么高 79 79把获利出清了也不错 你这个38买了就等于107% 落袋是107% 有没有 那我说这种架构 比较有可能说 因为你加总起来是 123456789 对不对 正常应该是 这边12345波 这是一组卖动 这第一波有扩研 等于是12345 大概它这种结构 只要出现一个9个卖动 它这个不是9波格局 是9波里面有一波扩研 其实这是一个5波 也是一个5波结构 是有机会建高点 是有机会建高点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它选择获利出清 出的真的还是很漂亮 这5月9号出的 出的真的漂亮 上礼拜四 上礼拜四 上礼拜四出完 上礼拜五这打一个跌停 差很多 69 今天又几乎打到一个跌停 差两三档 62.7 如果这个一来回就差很多 今天打到62.7 又几乎又一根跌停 等于出完就79 这差很多 这69这62 差了17块钱 60几块股票差17块钱 差很多很多 20%以上 20%以上 那这出的真的是漂亮 那我们也是按照技术面 来操作来出的 否则你即貌5月9号 跟5月8号 跟5月8号 5月9号跟5月8号 跟4月10号 跟今天打到跌停 62.7 它的基本面 有没有任何改变 也没有 很多人喜欢标榜 产业面全股 有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 股价差很多 从38块来到80.8 又剩下今天62.7 完完全全 就是真的是纯粹 就技术面操作了 那我说像这一类的个股 比较活泼 形势比人强 你懂得上车 你也要懂得下车 搭顺风车 赚该赚的那一段就好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搭顺风车 那搭顺风车 你懂得上车 你也要懂得下车 那你不下车 那你去 这两根跌停送你 昨天 上礼拜有跌停69 世界又来 几乎打到一个跌停 差两档了 627 有没有 差很多 那这个出了真的漂亮 虽然没有出在最高 80.8 可是出在这个 79 真的又很漂亮 这出完当天 5月9号节目中 我们也跟你怎么样 公开操作 有没有 这个79 你要获利出钱 那也107 先把它落带 有没有 这是1587的吉貌 1587的吉貌 有没有任何改变 从4月10号到今天 基本面有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 那不是纯粹就技术面操作 对不对 那个结构会说话 怎么结构会说话 我说这种九波结构 应该它是有机会 是一个完整结构 果不其然 目前看来是出了漂亮 出了漂亮 好 来到这一档股票 我说这个是 你看 像这12345 这里应该是在占买方 如果说12345 比较简单的波形的话 12345 在占买方 有没有 那这个我规划 这样是比较乐观的 就是12然后这边 3-1 3-2 3-3 3-4 3-5 那就更高了 有没有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还是怎么样 不管是第五波 还是说3-3 都一样 你都是在占买方 那我们这个是纯粹 真的是布局 等他涨停板的 他今天他供涨停板 他今天供涨停板 就是大力 4716的大力 今天是亮灯 直接供到涨停板 19.5 有没有 4716的大力 这个是我盘中印的 我们看收盘 收盘也是亮灯 收盘也是亮灯 有出量 6000多 有没有 出完6000多张 他还是锁涨停上来 4716的大力 这个就是纯粹 我们真的是完全也 很多人有涨停 是用追的 不是 我们这是纯粹 就是买着 让他等他涨停的 就是买着 让他等他涨停的 4716的一个大力 有没有 那这个结构 我说这样的架构 来这个 这是大力 这是4716的大力 你这边12345 一样这个还是要过高 那不然就123 3-1 3-2 3-3 这个比较乐观的规划 就比较乐观的规划 那你在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地方就是很临界 那这个点几乎就破不了 他就在那边 你把一个拉过去 不管你123 拉回来4-1 是不重叠 他就这里都要连在这个地方 就连在这个地方 那就临界价 临界价去你就买 你看他今天都拉涨停出去了 今天就拉涨停出去了 有没有 好是4716大力 这也是完全纯粹 就基础面造作 完完全全就基础面造作 其实他也是属于 比较活泼的一档个股 有没有 那就在临界价去 那会有人问我 老师那你这个股票 如果不对你守哪个价位 我也都很清楚的告诉他们 守哪个价位 就是说你守哪个价位 它不会跌 跌破吗 那有没有 也没有嘛 也没有嘛 对不对 我说我们都有策略的去操作 也按纪律操作 那他如果说真的万一 它下来跌破 我说的那个点位 那你就怎么样 就还是要怎么样 把它停损出场 那停损点很短 因为你自己看 这就在这附近而已 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说来这边 这个一跌破马上就停不必 我说你要有效跌破 大概3% 大概3% 那也没有 那没有没有也是怎么样 也成功了 也成功了嘛 今天这个也是公道掌停板 也恭喜我们的会员 也恭喜我们会员 对不对 这是4716的大力 4716的大力 好 那我们再谈到 我说这一档一档 我们在操作都怎么样 都有秉持一贯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你这个结构 我们做它哪一段很清楚 那我现在做它是三支三坡 或是说地早有个第五坡 对不对 那一样你那个意识 就不会重叠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果然就有好事发生了 果然就有好事发生了 也亮灯 这很早就亮灯了 这股票很早就亮灯了 这4716大力 好 近期在Live粉丝团里面 也很多观众 很多粉丝团的朋友问我 世心怎么看 资源怎么看 之前都问创意 那创意我们后来有 我说那个创意如果再跌下来 1100附近测试 我们反而怎么样 那个有五坡 我们反而有兴趣 现在创意就比较没有问 我们也去选择操作这档创意 也在相对低能买上来 创意不问你先看 创意就在这里 4月4 我说这个地方 你先看ABC坡 这个C坡它走了五坡 12345坡 C坡它走 第一坡你看 C之一它有一个五小段 那一个整理 然后第三坡里面 其实它里面也有五小段 这我没有画出来 然后C之五也是 C之五也是 从140下1090 也是一个小五段 我也可以看到这个小五段 它很有机会说 C之五坡是结束在这个地方 那你至少先强谈再说 翻摊 有没有 我们这买完以后 几乎买在相对很低了 很低买完很快冲到1400 1400亿 这创意那时候都不动 有没有 那它今天 它今天又大涨来到 1400亿又拉回修正几天 今天又涨上来1345 又涨5% 5.9% 那你看 344的创意是涨这个样子 你看1090在这里 我们几乎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几乎买在起涨 然后上去到1400 1410 这个是1400 1410 它相对拉回来的幅度 跟你去看看其他相对应比的IP 比如说来3661的四星 没有它还在破底 它还在破底 3035的资源 它也还在破底 唯独 唯独就3443的创意 你看它 这边顶住 然后撑上来 刺激上去 又一个小压回 而且它压回幅度 也没有像其他的IP族群那么深 你说6531的爱普 我早就跟你提醒 还在破底 8227的具有科 也还在破底 有没有看到 这都在最高档跟你提醒的 都在最高档跟你提醒 6643的M3 今天也还在破底 965块钱 是吓死人的 960块之前是2095块 这个地方 2095块就跟你说 那个是一个封顶 封顶 因为它周线五大坡走完 有没有这我常秀它的线图给你看 从2095 一路跌跌跌跌到今天剩下965 那超过腰斩了 超过腰斩了 那你看这些IP族群 就唯独3443的创意 相对整个结构线图是 所有里面是最强势的 也是我们唯一一档挑到来操作的 有没有 3443的创意 结果不太一样 它是有机会在那边止稳的 你懂意思吗 是有机会在那边止稳的 那它弹上去 你看它这个压回V 小V波来回测试 就没有那么低 就很有可能是一个出生段出去 然后拉回2 然后往上再走3 那个结构不同 如果说这个A波上去 你看这个地方很重要 如果说它这个A波上去 1410 对不对 这个1090 这个1410 如果说这个A波上来 对不对 这个A波上来 然后这个V波压到这个地方来 你V波好了 你再来就是这个C波 它有没有马上要推 就不容易 就不容易 因为它是一个V波马上回来 那个C波可能它 要有机会从C波里面开始 如果做一个出生段 就比较有机会 有没有 所以那个还需要时间足底 可是它现在不是 你看这个 它现在是这个推 它这个推上来 推到这里 1410 然后你看它拉回就在这里 然后如果说能够再上去 很有可能1就出现在这边 2 然后开始走3 有没有 12层 了解是吗 它结构是不同 大不同就大不同 你不要有IPIP 差多了 差不多差多了 为什么其他指甲破底 创意就没有 对不对 这个结构会说话 差不多这个结构会说话 我们也精准命中 就挑这一档股票来操作 之前这档股票是很多 观众朋友一直问一直问 因为就一路就套 之前在这个地方 一路就跟你提醒 我说你这个创意ABC 这个C12 那时候C之三正在走 我说你这个不能碰 不能碰 苦果婆心意思跟你讲 不能碰 不能碰 那C坡应该是走五端 12345坡 有没有 那时候走在C 走C之三正在走 那时候C之三正在走 你看它后来走到哪里 走到1090 那个时候在1600 又一路走下来 走下来 有没有C之三 1620 1620在这里 C之三完弹回来 C之四再有一个C之五 这边那时候C之三正在走 这其实就一直提醒你 我说像这样的话 12345坡 这个都不要碰 不要碰 我说如果它跌了 C坡跌了五段 反而我们很有兴趣 也都公开操作 也都公开 而且还公开提醒 提早预告的 我说它正在跌 那时候跌到可能到这里 C之五坡正在跌 我说C之五坡如果出现一个五小段 我反而有兴趣 之前这股票我一直提醒你 不要买不要买 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都不要碰 不要碰 这里我们反而去买它 拦截到几乎也拦截到最低点 也拦截到最低点 那你自己看 你创意两三个月前 半年前跟现在 基本面有没有任何改变 也没有 可是股价差很多 为什么 那纯粹就是技术面操作 对不对 你要讲产业面 讲什么都一样 三个月前跟现在一模一样 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完完全全都没变化 对不对 你自己可以去Google 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也没有 也没有 那可是股价变化那么大 有的赚钱 有的赔大钱 有的赚大钱 那怎么回事呢 那不就纯粹就技术面操作 产业面的东西 本来我们当老师的 就应该要把它研究清楚 这个我们讲坦白话 真的没有什么好拿来节目上说嘴的 因为那本来就是基本功 这个股票它的未来的展望怎么样 你本来就要先事先评估好 我相信我们在评估每档个股的一个产业前景 绝对绝对是相当严谨的 不输任何一位老师 只是说我节目中 我们都从来没有在谈 跟你谈到基本没有东西 因为那些已经确立在那个地方了 那我已经先筛选好之后 再来拿这个股票来操作 那就只能用G 那个技术面来操作 因为它的价位差很多 你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差很多 你在这个地方买 对不对 然后你跟在这个地方买 基本面没变 可是一来一回都差了五六百块 差了七八百块 差那么多钱 你懂我意思吗 你怎么可以纯粹说 我就用产业面选股这样子来乱买一通 不是嘛 它没有改变 所以那个产业面的东西 它的营运动能将来展望怎么样 未来会怎么样 那本来就是一个老师基本功 应该本来就要去注意的东西 对不对 没有错吧 那重点是我们还多了一道 我们可以用技术面来操作 挑到很漂亮的买卖点 来食物来操作 这样胜算不就是更高吗 这样胜算不就是更高吗 对不对 那该有些 有些怎么样 它根本就是什么 我说那有时候只是故事 故事很多 那怎么样 会不会动 会涨 那也会涨 后续的一些题材是真来假的 有的是什么都没有的 可是怎么样 形势比人强 那一种就比较属于活泼的一些标股 我们也会拿来操作 那我说那一类型的个股 你要懂得怎么样 搭顺风车也要懂得下车 懂得上车 你要懂得下车 那种是形势别人强的个股 对不对 那你这样来操作的话 其实怎么样 投资标股也可以做 整个正宗稳健的个股也都可以做 只是看什么时候呢 有出现好的买点 好以后他们买点来我们就做 没有没有 你就不要照进不要勉强 不要硬硬要做 特别有很多 尤其是现阶段 大盘盒这个地方 今天又在创高 那你是不是拼命追上去 就赚大钱 没有那回事情 没有那回事情 对不对 来 这是三四十三的创意 这一切如来如我们的规划当中 这一路下来 就是不要做不要做 这个地方才做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来我们来看 最近都在给你追踪这三档 系统大雅合肌 大雅合肌 今天好像没什么表现 系统感觉要喷出去 也有拉回来 怎么观察 一样它的结构 如同我们上礼拜四 开始给你追踪 礼拜四礼拜五 今天礼拜一 结构上应该也还没有 什么出现大变化 一样 系统2363系统 我说它从16.6到61 是一个大中小的结构 那你看喔 它这样一路修正修正的这么几个月 这么久 这边建高点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大概五个月 大概五个月 这五个月完了以后这样整理整理整理 最后的低点就刚好落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哪里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理论架构里面 有没有 我这个理论架构啊 进化波浪战法 进化波浪战法 这个理论架构里面 它有一个叫做 它推动的结构叫做大中小 叫做大中小 大中小 大中小一般它不会只回到这里 它会回到这一区 满足区这一区 三十六三十八点八 你看它这么久这样五个月这样 这样落落落落落 就是落点就在这个地方 三七四三七四三十六三十八点八 就在这里 这个区间才两块六两块八而已 这个很难精准命中 像头篮一样空心精准命中一样 那完了以后它上去 好那我这次上去是一个推升 从三七点四在这里 三七点四最低 然后正式起推是大概三十八左右 推了5小段到73.5 那時候正在推也跟你說他還要推 推完以後這邊 有沒有我說他這段結束 他整理了A B C 最低來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54然後反彈壓回來 今天再破一點點低537 結果都沒有變 那這個地方當然有機會說 A B C暫時在這裡告個段落 你這個地方我們會站在買方 平損有限 因為如果說他再下去 他是另一個賣動的往下推動 你當然一定要避開 一定要避開 那如果沒有的話你看喔 這個地方呢 至少他先搶一個反彈上來 撤高或是說 有沒有機會這邊推動結束 這邊整理完結束 再推另一個賣動 那個地方就現階段的一個系統 也是在最臨界的架區 也是停損設好放手一搏的一個 漂亮的一個關鍵架區 這是我所謂的臨界架區的操作 就這麼簡單 好 差不多就這麼簡單 這個系統有沒有沒有改變 同樣今天系統2363 他本來有供到供到不錯 供到573又拉回來 收盤收小紅55.7 也是大概在這附近 沒什麼變化 有沒有 這是他的小時限 一樣 今天破一點點低 53.5 這沒什麼影響 最低是53.5沒什麼影響 一樣這種結構沒變 就是這邊有一個五小破的結構 有一個小A 這個小B類似一個就好像破底了 我們就期待看這每個小細破有沒有穿透 就是這樣2363的系統 我們是延續下來最終 這上禮拜四好像持續跟你一路最終下來的系統 還有一個大雅跟核基 大雅跟核基就是我說的電線電腦裡面 你大概就這兩個最先男女主角挑出來看就好了啦 1609的大雅1618的核基 那1609的大雅之前也推了一段之後 4月22號我們同步跟核基一起 他短線建高 4月22號短線建高 因為從41塊錢推到68 短線建高 因為他五小破 開始拉回修正 有沒有 同步的 這跟核基同步的 我們先看大雅 41到68 五小破結束 他針對這段做整理 有沒有 這是小時限 41在這裡 68在這裡 有沒有 他也整理了很久 整理了 我說三段的AB 然後三段的有沒有 這有可能是雙重三七段整理 ABC XABC 不管 這是一個整理結構 整理結構以後 它524件D上去575又壓回來525 今天一樣 今天破一點點D到51.7破 多了三毛 結構有沒有變 結構也沒有改變 一樣你看 這是大雅 今天最低的到517 跟那個52也差三毛 結構應該還是一樣 你看這個小時限的部分 一樣 這個地方 這種架構 這個的話也是跟剛才系統一樣 在這個地方有機會 如果是富士整理的話 他可能有機會再撤高 有沒有機會再推另一段 有沒有 你懂的是嗎 能再推另一段的話 你就看他日線了 有沒有機會 也不排除 5月10號的大雅 5月10號大雅的日線在這裡 41到68是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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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他一直拉回來 那有沒有就走第五段 因為他前面還有一段 37.35到46.75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小一小二 這邊量開始出來對不對 量開始出來 小一小二如果小三 拉回來小四 一四不重疊 這個地方也是臨界架區 一個第五波 也是推升的一個起漲點 或是說先來反彈 先來撤高 所以我們跟你談的 這個東西都是在 為什麼要跟你談三天 禮拜四禮拜五跟今天 系統大雅合績 因為剛好就落在 那個很臨界的架區 一翻兩瞪眼 我們講坦白話 一翻兩瞪眼 賺就大賺 如果真的不對 不對就小賠 就這麼簡單 值不值得做 你自己去評估 賺大賺 賠小賠 那值不值得做 你自己去評估 懂意思嗎 這真的是為什麼說 這三天我們就持續來 跟你追蹤這三檔個股 因為他之前是屬於 也是我們講坦白話 也是比較活潑的個股 也是比較活潑的個股 對不對 這是1609的大雅 1609大雅 合績 一樣 4月22號我說同步建高 有沒有到698 你看他也是從698 386 386到698也是整理很久 那我說這邊有一組 有機會是ABC也結束 那他先確認 然後壓回 壓回 這個點是還沒破 因為這是拉比較高 拉比較高 但是結構也一樣 對不對 也有機會我說 從這邊有沒有推另外一段 或是說你至少有一個 再回撤高 這個地方操作做多兩個理由 就這樣 要不就另一個推動 要不就 再反彈撤高的意思 對不對 那長線的 這是周線 周線這邊有周線 你看這398 這邊拉達4606 這邊有一組 這邊整理 這邊有一組 三可能也結束 你拉回 拉回14 大的 這很大的周線 14也不太重疊 所以這個也是怎麼樣 也是很臨界架區 也是以小博大的一個概念來操作 我們講塔巴 也是以小博大的一個概念來操作 這是什麼 這是1618的核基 這是1618的核基 好 那我們跟你談了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也是等很久等到這個買點 其實他也有著慢慢在表現 至少我們切的點位幾乎都是切在相對很低 雖然說目前漲得比較慢 至少還是在獲利虛報 至少還是在獲利虛報對不對 這一檔也是 這一檔也是 這都在相對很底部 相對很底部 那他應該是有機會是從底部 因為我有看到他有一個推動出來 有一個推動出來 所以我們當然是拿來操作 拿來操作 也是沒有說很大的漲幅 可是至少說 也慢慢在賺錢 也慢慢在賺錢 這個是 因為你現階段的選股真的很重要 你除了考慮說 除了那些比較活潑的標普之外 比較穩健操作的個股 你要考慮他相對的位階 要考慮到說我根本剛其實強調我說 大盤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如果他我們是主張他是一個富士爭議 那這裡就相對高 萬一他就再來一次 那邊拿來回回震盪 這個空間很大 那可是個股真的還是可以操作 那你要選擇什麼樣的個股 就是說他個股本身 他的位階是要相對低的 要相對低的 就可以來應付說 大盤萬一這個地方 他開始出現一個拉回震盪 然後確實 如老實說的 他真的是一個富士的整理 那這裡就是整理的那個區間的上緣 你就要特別小心 對不對 那很多個股 你說他上緣 他真的拉到下緣來 大盤 那個股會不會跌 不會 這個會不會跌 不會 只有漲的份 這個會不會跌 也不會了 你懂什麼 你要有做這樣的一個考量 現階段的旋骨 你要考量的東西 會稍微多一點點 會多一點點 這個意思嗎 我說你每一檔個股都秉持這樣的理念來操作 當然長久就是贏家 因為投資度本來就長長久久 長長久 該貪心的是貪心 該穩健 那你就穩健 那你很多個股呢 一些買賣點 真的是需要等待 也不強求 點位來了 也不要害怕 按機率來操作就對了 按機率來操作就對了 好 我們今天可能有多一點時間 我們來回答一些 因為已經兩天沒有回答 兩天沒有回答 我們聊天室的問題了 那這個部分 先來再廣告 這個五月十六 這禮拜四開始了 我再廣告一下 這禮拜四開始 我們節目的新時段 在運通財經台 下午的兩點半 到三點這個是首播 兩點半 就兩點半鎖定運通財經台 這是電視的節目 通過電視節目 那晚上這有兩個時段是重播的 就不管 那我們這個首播完之後呢 我也會把影片呢 同步把它上傳到這個頻道來 好 那你如果那個時間 兩點半到三點沒有時間 看電視節目的 沒有關係 你鎖定我們這個頻道 一樣我影片 每天的解盤影片 都會上傳上來 也歡迎您持續來收看 好 這個是我們旗鼓戰的一個 從這個禮拜四開始 5月16號這禮拜開始 一個節目的一個新時段 好 歡迎就與新吃呢 大家告訴大家 大家告訴大家 好 來那再提一下 我說這個線上的一個收費獎座 這定在5月25號 我應該把日期也寫上去 精選20檔個股呢 精準定位長中短線的波形規劃 我說這堂課價值不菲 價值不菲 就剛看那個系統 那個創意就知道 那是從底部這樣一路上來 創意那個我們之前 我說這個可以拿來操作的 可以操作很久的 頭部這個可以拿 我舉創意為例子給你看就好了 這創意在 這個是去年的 頭部這是去年3月12號的技術班 我每次技術班下午 我也會準備大概將近20檔個股 包括大盤 這去年3月12號的技術班 我準備的資料一樣 你要像當下 譬如說這檔創意3月2號 這是112年 112年3月2號 因為技術班在3月12 我資料都提前準備 這就是我們的 那20檔其中一檔 就是類似 你就自己要能夠畫出來 這個定調是123 從383 822 後來是不是發展 383 822 拉回來630 是不是上去1230 整理921 是不是就第5波 有沒有 就從這裡嘛 就在12345波 這個精準定位完以後 你看它整個一年多來 是不是都照這個走 12345波走完 一個A波 B波C波 這就33創意 不只這一檔 我舉了很多例子 我說那些股票可以拿來操作重點 就是這一股票 大約20檔 大約20檔 不一定20檔 包括大盤 大約20檔 大約20檔 你是可以拿來實務操作的 你做完這一檔做完換哪一檔 那一檔做完換哪一檔 可以做很久很久 你精準定位完以後 其實它的波形 就照我們的規範 一路在進行當中 這都可以讓你長久來驗證 那這個課呢 在5月25號對不對 大概兩個小時的課 你隨時可以進來看 不是說你一定要5月25號當天進來看 你只要有那個門票的資格 你隨時可以有 有那個權限可以進去看 看完一遍看不懂再看一遍 那我要把這個資料 紙本的資料呢 比如說那20檔 把它精準定位完的那個圖 會寄給你 會提前先寄給你 寄給你之後呢 你改天5月25號開始 就放在那個 上傳那個影片站裡面 你就可以隨時進去看 看一遍不懂再看一遍 不懂再看一遍 不一定要5月25號當天看 隨時都可以進去看 也不限你看幾次 那你對照的講義看 那這樣最清楚 也最容易吸收 裡面還有涵蓋一些技術教學 技術分析的教學 所以我說這檔課 而且是重點還可以拿來實務操作 我們講的都是它的未來 我們講的都是它的未來 所以這個課呢 價值不菲 那如何取得這個 收費獎座的一個什麼 一個門檻 一個門票 你這個來電洽詢 我們有專人為你服務 會給你為你解析清楚 你把電話撥通 我們專人會給你解析清楚 如何取得這個 線上收費獎座的門票 要怎麼樣可以進去看 或是我說 價值不菲的一堂課 務必務必要把握 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聊天室的部分 我們來回答幾個問題 不好意思前兩天都沒有進來回答 因為時間不太夠 152TVC 因為上禮拜有公佈 第一季賺兩塊 今天下來又上去 這個結構其實還不錯 152TVC 可是 你要懂得找它的買點 152TVC結構還不錯 3617的碩天之前回答過 它就是一個整理結構 它是一個整理結構 目前已經進入整理了 我來看一下3617的碩天 有沒有 它是這種架構 它這個下來有沒有 它這個是一個大一波下來 這個V波 V波上去有穿頭 穿頭比較被騙 這個穿頭 它應該這個要小心 它只是一個整理架構 它只是一個整理結構 整理結構 來 2548 滑固 2548滑固 它現在五小坡暫時走完 那應該有機會先進入一個反彈 那反彈應該佔賣方 反彈佔賣方 好 2327國具 2327國具的話 應該是一個西坡反彈 這我應該 這也很多個股 老師你都沒看 沒看 很多個股其實我都記得 不然你來看 2327的國具你看一下 它大概就是一個西坡的結構 2327的國具 這裡有沒有 這個落底完以後 一個A波三段一個B波 這個是西坡 這個大西坡 大西坡往上 這個大西坡往上反彈的結構 你這個還是要懂得 見好就收 這個西坡的架構 這個西坡完 你說它現在一個很漂亮的推動 目前也看不出來 我們講坦白 目前的結構 也看不出來說 會比較有一個明顯的一個推動 所以那個西坡一反彈 它是還是你要定調 它是一個反彈的結構而已 是一個反彈的結構而已 好 好 來 華碩這波要去側高了嗎 是 我們再看一下華碩 大盤是否該下來修正 這是我們說 我說它如果是震盪 這個地方就相對高 這個地方相對高 這我剛開始就講了 華碩 是不是要去側高沒有問題 因為華碩本來之前就跟你談到 它五波暫時走完 那它有個大A波拉回來 現在是應該是個B波反彈沒有問題 華碩我們看一下 來 二三五七的華碩 有沒有你看 之前是這個地方 它從這個地方 我來看這一段我講過 這個 這邊有一段兩段 然後這邊有一組 裡面有一個小的一二三四五 這個就不畫了 這是一組 然後拉上去 五波走完 它你看它重點是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三段式的拉回 它是三段式的拉回 所以這個B波它會彈的 也就會彈的比較高 那彈高上去不管過不過高 這個地方你還是要注意站在賣方 這是二三五七的華碩 結構我們有沒有改變沒有 好久以前我們就定掉它五波走完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就定掉它五波走完 因為它這邊第三波是擴延的 所以它是一二三四五波 那A波下來是三段式的 所以它B波彈回來會比較高 它B波彈回來會比較高 那比較高有時候甚至要去側高 或是過高都一樣 你要定掉它就是一個B波反彈而已 所以在那相對的地方 你要注意它的賣點 要注意它的賣點 了解一次嗎 好大盤這個地方我們也都給你解析很清楚 如果你這個地方你要如何來應對進退 相信我剛剛節目中都講得很仔細 那你認同理念 你就可以直接跟上我們的腳步來一起操作 那你喜歡我節目分析的 也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重點幫忙按個讚 然後重點是還要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或直接加入我們的Live粉絲團 如果說以後這個節目 都老師支持它電視節目 那我有股票要問你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可以在我的節目的下 我每天這節目還是會上傳上來 你可以在節目的下方留言 或是說 在我們的Live粉絲團裡面留言 相信前幾天都很多人留問股票 我都跟他對答了很久很久 應該也很多觀眾朋友都有 我都跟他對答很久很久 問股票的話 也可以就在我的Live粉絲團 記得加入我的Live粉絲團 小小鼠V168 小小鼠V168 或直接我說把電話撥通 加入我們團隊一起來操作 怎樣 速度最快 那這個部分再廣告一下 還有這個線上收費獎座 來電洽詢 洽詢怎麼樣來取得這個線上收費的門票 今天節目到此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